青年党和公正党出现纠纷的同时 行动党也因为候选人换将风波争议不断 不过各火箭领袖昨天晚上出席柔佛居鸾筹款晚宴的时候 是一致的必谈换将的争议 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简短的表明 候选人名单是还在敲定当中 将公正的领选还有调派候选人 排阵将会在下个星期揭晓 而至于作为柔佛火箭领头羊的州主席刘震东 则是避开媒体的访问 而之后他在脸书发贴文 强调行动党放眼协助所有的西蒙候选人当选 立志要成立一个有违的政府 柔佛周选在即 行动党深陷幻将风波 导致党内基层和中央的险隙加剧 不过多位行动党领袖 昨晚在柔佛居鸾筹款晚宴致辞时 绝口不提幻将争议 将致辞重点导向西蒙与联邦政府 签订的跨党派合作备忘录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和柔佛行动党属理主席张念群 一致阐明跨党派协议的重要性 重申签署协议是为了稳定政府 回应人民的诉求 制定反跳槽法令 对付政治青蛙 也为反对党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政府不稳定 现在要选举很多人都失去信心 所以我们说我们跟这个首相谈 跟他讨论 跟他相谅 跟他谈判 如果你不要我们倒你 如果你要做首相 我们要你做一样事情 做几样事情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要立法反跳槽法令 很多人不理解 他讲说你签备忘录 就等于反对党出卖了自己的原则 反对党今天变成没有立场了 反对党今天已经是跟 Ismael Sabri同流合污了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今天跟Ismael Sabri 签署备忘录 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 不用被Najid 不用被Zahid牵制 而且与此同时 我们善用我们的力量 跟他谈判 迫使他为马来西亚 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些改革的议程 至于闹得沸沸扬扬的候选人 换讲风波 民主行动党主席陈国伟 简短向媒体透露 临选委员会将会以 最公正的方式和决策来排阵 预计下个星期就有结果 他必谈党中央是否介入调解纠纷 张念群则是相信 地方领袖和基层党员 将在关键时刻放下分歧 共同迎战周选 候选人临选工作 交由临选委员会宣布 在晚宴结束后 随即离场的柔佛行动党主席 刘振东 叫后在脸书发贴文 只字不提候选人风波 强调行动党放眼协助 所有西盟候选人当选 因为西盟的目标 不是要当在野党 而是要成立一个有为的政府 替马来西亚完成政治转型 根据刘振东 昨晚的筹款晚宴洗开60桌 吸引超过300人到场支持